自全美逐步开始解封后 新冠确诊病例数就再次一路高歌猛进 下的很多地方又重下封城令 截至7月16日小编发稿时 全美确诊病例358万多例 其中重灾区纽约确诊数突破40万 加州与佛罗里达均突破了30万确诊数 目前加州死亡病例7377人 洛杉矶县更是破了单日新增确诊人数记录 4244人 加州的医院纷纷表示快撑不住了 加州公共卫生部的数据显示 冠状病毒患者的住院治疗和重症监护病房的住院人数 持续上升 创下了新记录 总共有6745例住院和1886例ICU入院 创下了住院和重症监护病房的记录 面对巨大的测试压力 加州也发布了新的肺炎测试指南 优先测试有症状的住院患者 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等 加州洛杉矶联合校区也宣布 不会恢复面授课程 此次疫情的第二次疯狂撕掠 很大部分原因是政府的防疫宣传不到位 加之因为经济需要重启的原因 各地政府逐步开放了很多公共设施 一些民众误以为某些活动是安全的 从而放松了防护和戒备 连最基本的戴口罩措施 特朗普政府也是前段时间才承认其的有效性 大家对于政府重启计划的积极响应 其实也很好理解 毕竟大家都憋疯了 疫情肆虐初期 很多人可以说是四面楚歌草木皆兵 但是随着抗疫工作发展成为长久战 大家的内心逐渐变得煎熬 有的始终紧绷神经 造成身心疲惫 有的则是逐渐麻木 最终更是酿成苦果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抗疫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科学的防护成为了接下来的最佳方式 因此今天小编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哪些户外活动安全性较高 不易感染新冠 哪些行为千万不要做 感染的可能性非常大 请将此视频转发给你身边 那些在Quarrity期间苦苦挣扎的人吧 希望大家都可以轻松快乐地度过这场疫情大战 根据德州医学会Texas Medical Association 近日公开的一章 日常活动的染疫风险排名的图表显示 外出活动分为以下五个风险等级 低风险活动 开邮箱收取信件 取餐厅外卖 加油 打网球 还有露营 中低等风险活动 去超市买菜 和他人一起散步跑步骑车 打高尔夫 在酒店住宿两晚 在医院诊所等候时等候 在图书馆或博物馆中长时间流来停留 在餐厅的Party户外用餐 在市中心繁华区步行 在操场待一小时及以上 中等风险 在别人家用餐 参加后院烧烤 去海滩 去购物中心购物 送孩子去学校 夏令营或托儿所 在办公室里工作一周 在公共泳池里游泳 拜访年长亲友家 中高等风险活动有 去理发店理发 在餐厅堂池 参加婚礼或葬礼 乘坐飞机 打篮球 打橄榄球 见面拥抱或握手 高等风险有 吃自入餐 去健身房健身 去游乐园 去电影院看电影 参加大型演唱会 去体育馆看比赛 参加超过500人的宗教仪式活动 去酒吧 唱饮或唱谈 这项指南是德州医学会 给民众的一个参考 是基于德州医学会的医生 该组织的新冠病毒工作组 及其传染病委员会的调查结果而制作的 可信度以及可实行度非常高 如果大家遵照这个参考 选择自己的出行计划 不仅可以很好地解决日常生活的需求 并且还可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 大家何乐而不为呢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